根据现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3之一条规定 只要被害人年满16岁 遭受现有或曾有亲密关系的未同居伴侣 实施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 即可申请保护令 申请保护令的方式 可到自身所在地的派出所请警方协助申请 或是到自己住居所 家害人住居所 暴力发生地的法院申请 如果家害人无视裁定合法的保护令 仍不断有骚扰的动作 请立刻报警 警方到场将对家害人实施告诫及约制 或以违反保护令现行犯移送法办 当然申请保护令后 被害者应有自我保护措施 不接触 不与对方单独接触 如有必要去会面 应选择明亮人多的地方 并找亲人朋友陪同前往 避免让自己处于危险情境 不联系 断绝与对方金钱来往 不接受对方示好物品 勿以同情心理持续与对方联系 避免让对方存有机会要求见面 不激怒 谈话时避免挑衅 辱骂等言语激怒对方 观察对方行为举止 如发现对方情绪高涨或有异常神情时 立刻求助 并伺机离开现场 亲友保护 告诉自己及对方的亲人朋友等目前感情证镜 请求帮忙劝说开导或协助留意 以免对方发生伤人或制裁行为 最后提醒 目前正式附幼安全网络包含警察、设政及检查单位 非正式附幼安全网络包含家庭、亲友、同侪、社区礼龄 勇敢寻求网络其中一方协助 保护自身安全 降低被害危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